超爆惡勢力 黎尼 來到這個時間 我心裡有一個歌手 我真的要說 先請她出來 就是閻明熙 Hello Gigi 大家好 為什麼吉不及待呢 因為我記得也是看電視 看著你的表演 我記得有一次跟你同事說 Gigi有沒有這麼唱得 很唱得 我記得有一次 因為我之前跟張佳添老師 做了一連串的訪問 我們也有說 不同的朋友唱得如何 她對你的評價也很高 她說你的可能性很厲害 而且她看到你在台上的壓台感 而我們倆都十分認同 甚至我自己看著電視 那個景是因為我覺得你很穩定 在台上好像定得 你已經投入在環境中 完全不受到干擾感 所以 我不說新歌 我想問問你 其實你在台上的那種定 我覺得我看到你的定 但其實你在台上是否很定 而且是否完全投入在環境中 其實一開始會有一點緊張 你可能看到我很定 但其實我的內心是不斷跳 沒錯 看來你演得不錯 可能我的樣子本身已經有點呆呆 所以大家可能感覺不到 但感覺不到我 到現在表演的時候 少了那種太緊張的感覺 也會有緊張 因為緊張其實都少少代表了 你對那首歌的著緊程度 所以我是這樣 所以都是有點跳的 不是太緊張 不會像以前那樣 但怎樣由以前那種 可能是上台驚 是一個經驗的類 還是學了一些東西 而令到上台時 投入了在歌曲裡面 因為你就是覺得 當時我記得跟Clayton去談的時候 就覺得它很定的 它對你的評價真的很好 我可以再說一次 是嗎 這是一個階段還是怎樣 我想是有很多因素 即是你對那首歌的付出 或者是你的那種叫什麼 投入感情 投入感情 以及付出 即是你付出多少時間 即是練那首歌曲 沒錯 給了多少時間 以及經驗等等 其實都是可以幫助到你 就是唱歌的時候 那種緊張的感覺 當然 我覺得這首歌曲 如果你的新歌 現場演繹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緊張在裡面 我想會 因為這首歌對我來說 真的很難 是呀 為什麼 這首歌有什麼難度 雖然這首歌真的不高音 但我會認為 它一直保持在我 認為頗高的位置 一直徘徊 那些字比較密 很密 而且我也想咬字方面 要清晰 所以 這是最困難之處 是 還有 其實我也替你緊張 因為Rap的部分 可以說是你的新嘗試 驗這首歌曲 才解釋一下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 會有這首歌 因為那時候 我跟Johnny 聊過的時候 無能監製呢 是 是 他想要給大家 一聲 希望給大家 驚喜 那我就去找reference 給他聽 聽完之後 他找他的朋友 做一個demo 出來 之後呢 我聽到demo的時候 我嚇了一條 因為他全部都是Rap 不過我都照做了一次 給Johnny 他去聽 你即是Rap了整首歌 是 但是我說 希望可以 交到一些唱的元素 大家就可以一邊聽唱歌 一邊聽到Rap 所以 就完成了這次的一個作品 但 開始時 全部Rap的時候 你覺得Johnny 是真的想你做一首Rap的歌 還是 其實我只是想給你聽一下 有沒有想過你真的交回來 全部Rap 我又 我想應該是 是 然後 如果不是 他也應該不會給我整首Rap 嗯 他真的想的 應該是 但是 你怎樣開口跟他說 不如又加上歌的部分 為什麼你會想加上歌的部分呢 如果監製相信你可以Rap的話 嗯 我始終都是 想讓大家聽到我唱過 但是 這些 如果可能 全首Rap的話 我想日後再做 都未必會遲 而且也可以給到一個 另外感覺的新鮮感 即是再新鮮一點 沒錯 因為這個 我覺得Rap的部分 我覺得是新鮮 而且適合這首歌曲 遲 說到遲的部分 遲的部分 遲的部分 是你跟詞人聊出來的 還是怎樣的 其實我沒有跟他有太多的交流 我記得 維維 即是這首歌 是彭家維 是 是 作詞人 他就是 在青春本歌的時候 我們三個女生唱 即應即遊的時候 他幫我們填過一次詞 之後 我沒有想到 今次Johnny找他 去幫我寫詞 但是那時候 我不記得我還有沒有說 但是 希望這首歌可以 體現出 那種 酷的感覺 總之型 但是 我們真的沒有跟他 有溝通過 之後 我聽Johnny說 就是說 他看了我很多的唱歌影片 以及看了我一些訪問的對答等等 所以 他就寫了這份詞 是非常之神奇 沒錯 真的很神奇 我起初以為 因為這首歌 感覺上好像是你的故事 但當時 你沒有特別去跟彭家維說 要寫什麼 反而是他拿了一些你的故事 然後寫了這份詞 當時Gigi 你第一次收到這份詞 感覺是如何 是呆了 因為有些字 是我想表達的東西 例如呢 例如七天不告用 所以 他寫出來的時候 是 嗯 很大 你的眼睛 是真的 那種愕然 但是他那種愕然 是 驚喜 驚喜了一下 有沒有一些感動的 這個 因為是想要你的故事 其實有些感動的 但是又不是完全感動的 因為 這一首歌 可以說是代表了 另外一個人 即我平時 可能 是 我形容是一條直線 嗯 就算有些刺激的東西 或者令到我很驚喜的東西 我都可能只跳了一下 然後又平 所以 嗯 這個可以說是 我另外一個人格 是 怎樣形容 這個人格的Gigi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進攻型 嗯 我是比較退縮型 其實又不是很你進攻型 其實我應該不算是進攻型 但這首歌 就挺進攻型 是 喜不喜歡這個進攻型的Gigi 或者想不想成為這個進攻型的Gigi 我喜歡每一個我 所以 還好 簡潔是這樣 繼續等著問 怎樣做這個進攻型 每個人都是你喜歡的 每個人都喜歡的 你怎樣成就這個進攻型的Gigi 因為 感覺上有時候你也挺內斂的 但其實你也是想 進攻型我也可以 又試一下 我覺得你也是可以多方嘗試的 怎樣去試這個進攻型 我想要純熟它 因為 因為暫時來說 我是喜歡挑戰不同的東西 嗯 但是 可以說是每一樣東西都不是太過於純熟 嗯 所以 試多一點 和吸取多一點經驗 我想就可以 做得 好一點 剛剛剛剛提過 其實這一首歌曲 都是 都難度高的 不要說Rap的部分 反而是在上面一些位 一些高音位 一直一直一直這樣去 那當時去演繹的時候 你有沒有怎樣去拿捏 處理 有沒有擔心 還是怎樣 非常擔心 我記得我有兩天錄這首歌 但第一天 我的狀態是完全不好的 之後我進了錄音室 好像沒有半小時就出來了 然後休息 第二天再錄 因為這首歌真的需要很多力量 還有 又要很有節奏感 嗯 又要 好像要體能好好才能唱 所以 這首歌難度真的頗高 那時候那半小時發生了什麼事 就在試 但是試完之後 又有破音 然後那個音 又好像不準 又好像那種 唱不實的音 所以就 不如先不要試了 下次再錄 要不然就在浪費時間 那時候和Johnny 監製一起去 覺得 大家不如回去休息一休息 是我提出來的 哦 你主動提出來的 沒錯 因為我不想浪費大家時間 我記得Johnny有工作 所以就算了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那就不如下次再錄 嗯 有沒有不開心的 當然有 自己是非常失落的 那時候 因為 我不知道自己做不做到 但是 一定要去克服它 嗯 接著你第二天 你就再去錄音室 那時候的狀態 相比起 第一天 就真的好太多了 嗯 但是唱這首歌 也是很有難度的 因為我覺得 就算休息一天 我想了很多事情 第二天 再去的時候 你就會好多了 但因為你始終唱同一首歌 那個感覺 會不會都有點戰戰兢兢 而且你也提到 其實未完的 那個挑戰未完的 其實會有些陰影 沒錯 不過 真的要克服它 因為沒有可能 你一直都 將它擺住 你又不跨過去 嗯 始終 它都是 可以說是一個BB 即是你每一個作品 都是你的BB 嗯 你沒有可能要拋棄它 所以 希望是可以 克服每一個難關 嗯 就算做任何事情 都是 當時呢 由第一天到第二天 你有沒有想到一些陰影 那些陰影是甚麼部分 還有 是怎樣 是否跟監製在一起 練多幾次 還是怎樣 不是連就直接錄 因為有時候 可能你錄完之後 那個是可以的 嗯 那你就可以 維持著 嗯 再試再去 唱 還有試 試不同的感覺 嗯 每一句都可以有不同的感覺 所以就 我們試了很多個曲 嗯 心態上面 怎樣調整 我記得之前跟你做訪問的時候 你都說 有些位置可能 都不是太懂 除了問監製 你都問回你的歌唱老師 那些 那你怎樣調整 還有真的怎樣 好了 你的音 我搞定它 例如 那些字比較密的時候 我又想 唱好每一個音 但老師就跟我說 你試一下 將這個字 扔去下一個字 下一個字 再扔去下一個字 這樣相對來說 會比較容易 還有 不要 那麼大力放在最後一個字 例如 接通我媽 我就會 經常把力放在媽 下一句就比較困難了 哦 你放在第一個字 即是接通我媽 真識的媽 類似 但開始你擺音的時候 你真的擺在最後的音 沒錯 但後來就找到一個方法 怎樣去演繹這首歌 但很有趣 這首歌曲 我覺得另一個難的地方 是 第一 第一 那些字是密 即是咬整些字 然後那些力度又要找對的力度 但另一方面 是情感 是你一個情緒 亦都是情緒的故事 嚴明希的故事 整個過程 那個咬字又要看著 情緒又要出來 怎樣處理呢 他可以說是一個情緒的宣洩 所以你宣洩它 當它是一個宣洩的渠道 便可以了 嗯 那時候一路去錄的時候 都是一種宣洩的感覺 會不會爆得很厲害 嗯 又不是爆 即是 所以它雖然是說一首宣洩 類似宣洩的情緒 但是相同同樣 也有一個情緒比較壓抑 因為知道這首歌要處理好它 還有會有一種不想隨便交貨給別人的感覺 嗯 所以這兩個情緒一直在圍繞著我 但其實很有趣 我這次應該是第三次 第三次跟她聊天 跟Gigi聊天 其實頭兩次 我都覺得她真的很斯文 即是我直接一點就是音聲細氣 但是一聽你唱歌 你好像完全是兩個人來的 嗯 是啊 你有沒有覺得你自己是 即是一唱歌 總之有一首歌 好像剛剛這首歌 其實也是很理會的東西 也是你剛剛提到宣洩 是否一來到的時候 你這首歌 其實你的情感已經是 可以投放在首歌裡面 正正好像你一些比賽裡面 都是很容易放下去 其實每一首歌都有她自己的情緒 嗯 但是每個人都不同 聽那首歌的感覺 例如你聽其實聽那個前奏 或者整首歌的鋪排 或者是它的律動都好 嗯 你就已經會有一種屬於自己的感受 嗯 然後其實再把它化為唱的方式 唱它出來 嗯 這首歌曲呢 這首歌曲剛剛所說 也都是在文案裡面有提到 其實一個人要有火 就是不可以過火 保持一個初心 這是一個文案 但是這個 其實Gigi那團火 是否一直都保持著 有時候會比較弱 但有時候需要燃的時候 就要燃起你 嗯 例如 有段時間 不是有段時間 有些時間 你可能會受到一些挫折 或者好像一盆水 淋了下來 冷水 所以那個火會偏小 但有時候 又打一個比喻 我身邊的人會很鼓勵我和之前 所以他們這樣 插一插 就會令到我那個火又燃起身 嗯 或是加了一些木頭 然後把它再燃 笑到地下 其中有些地方 是小火 或弱點的 為什麼那些地方 會有弱火出現 是因為其他的累 還是怎樣 累 或者是一些挫折 你就會覺得不行 但是這件事也是自己喜歡的事 所以會有些矛盾 但是很多身邊的人支持我 鼓勵我 才可以令那團火再燃起來 要保持那團火一邊燒燒燒燒 是否容易的事 其實真的不容易 好像大家做的事都不同 但是大家做的事都會有些難處 不一定做的事是非常簡單 因為每件事都是獨特的難處 所以真的不簡單 好像你要保持去做每件事都好 都是困難的 最後我想問一下 其實這首歌曲也是Johnny 特新訂做給你 我也覺得很容易說 一份禮物送給你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不一樣的支持 帶有團火的支持 你會怎樣形容這次和Johnny的合作 可以說是一個延續的合作 因為我是從《星夢傳奇》才開始認識他 他從《星夢傳奇》 也可以說陪伴了大家到現在 所以可以說是一個延續的合作 我是想不到其他詞語 但是暫時只想到延續的合作 但他也看到你一些特別的部分 所以這首歌幫你量身訂做 是一個陪伴式的合作 可以說是 我想到有個詞語 但我現在說不到他出來 不要緊 但我都很好吃 他是說到口順 不過我覺得這首歌曲 很展現到Gigi很特別的一面 當然這首歌是炎 我期待大家在裡面 保持大家團火 團火一些都不容易 就是Gigi所說 加油 因為我都知道Gigi是很辛苦 在這段時間 但她所說的是 她喜歡她和這個工作 在這裏繼續加油 Thank you Gigi 我們下次再談 拜拜